其实柯文哲已经掌握了郭台铭的动向 截至目前为止为什么不找他谈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郭台铭的政治还没有马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执着的主讲人张有话 民众党的发言人在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讲了一些事 他讲了大概三件事情 他说第一个他可以证实 朱立伦已经派人跟民众党进行沟通 那沟通的议题的层次是区域立委跟不分区 他说民众党的不分区大概要提名到20个 那我过去讲提名16个 但他说4个是已被不实施区 然后区域立委提名提11个已经确定了 就而后他就不再提名 我也说过 柯文哲最多只能提10到13席 况且这10到13席不一定能够当选 他说第一个这个是合作的方式 那第二个是关于 关于区域立委 区域立委中如果柯文哲不提名的话 这个区域的民众党的票 会不会转到所谓国民党的身上 他们现在正在谈 这个是第二个 因为他们当中还有一个郭台铭的问题 那第三个他就谈 如果蓝白合作要柯文哲当副手 那所有的就不必谈了 那换句话说 从这三个方向你来看的话 民众党是希望能够拿到话语权 还有谈判权 那事实上就我所知 朱立伦已经派秘书长 去跟民众党之间进行沟通 那进行沟通只是议题的沟通 截至目前为止 就我所知没有谈到人选 因为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很要好的朋友 现在都在智库 他说国民党的智库 跟民众党的智库之间的交流 他说一直存在 但是是一种所谓的政策性的交流 并不涉及相关的人事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 你国民党 他显然是不想跟民众党 谈所谓不分区的问题 所谓区域立委的问题 因为毕竟 这个是民众党的家务事 国民党没有权利 关注在这一块 那至于谈合作 就是希望能够确定 副手人选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两个都当政的话 各自参选的话 那就不用谈了嘛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国民党愿不愿意退一步 或者民众党退一步 这一次他只要一谈这些问题的话 可以说蓝白河必然撞墙 就是谈不下去 那至于我刚刚讲的什么 区域立委不分区的那个 那个是双方的家务事 国民党是不能干预 民众党也不能够干预 国民党的提名作业 所以呢 他们现在的议题 偏偏排的是这个样子 那显然双方都在规避议题 这只能够说蓝白之间 是以会面为主要的诉求 而不以沟通的内容为诉求 那会面的时候 那请问 朱立伦也好 带着侯友宜来见柯文哲 还是说 柯文哲 郭台铭 跟侯友宜 他们三个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中间的问题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我所知 柯文哲现在希望谈的方式 先跟国民党再跟郭台铭 这个是柯文哲现在的做法 但是 国民党的做法 希望是一篮子 一篮子方案 你要谈的话就三个一起 通通谈 一次把它谈清楚 避免夜长梦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建议谈的时间 大概是8月27号以后 到侯友宜去访问 美国之前 他们希望能够进行见面会 但是能不能如愿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看 蓝白之间 他们做的很多的动作 确确确确实的来讲 都是谁当政 谁当主 如果还是往这种死议题上面去纠缠的话 这三个通通不会答应 反正你要死 大家一起死 现在国民党 民众党跟郭台铭 都有这种氛围在 但是柯文哲还算是理智一点 他愿意先跟国民党谈 回过头来再跟郭台铭谈 那国民党呢 就是希望一拦制方案 一次搞定 但是国民党这种谈法 郭台铭不会接受 柯文哲也绝对不会接受 那国民党到了今天 还认为自己非常强势 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至于郭台铭 至于郭台铭 郭台铭他是不想跟国民党谈 但是他想跟柯文哲谈 如果他跟柯文哲能够谈得成的话 他就不必要联续 所以他现在 虽然在8月24号 他在福德宫 福德宫 那我曾经去那边拍过纪录片 我也帮他们宣传过 他在福德宫讲的一些话 就是完完全全是针对柯文哲 他对侯友仪是非常不友善 但是对柯文哲 截至目前为止 他是有所期待 那从这些蓝白和 加上什么非绿联盟 主流联盟 政党轮替联盟 我们现在通通都以联盟两个字 做一个代替品的话 这个中间真正重要的就是说 郭台铭究竟想要干什么 其实柯文哲已经掌握了 郭台铭的动向 截至目前为止 为什么不找他谈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郭台铭的证实 还没有拉开 因为毕竟民众党 有两个重要的要求 已经到郭台铭那边 那至于他是不是沟通大神 能不能影响柯文哲 就我所知 他是影响不了柯文哲 但是传达讯息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看蓝白河这一盘棋 到底怎么下 会不会因为正负 谁选正的谁选负的 而撞墙 在8月底就可以一见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